哈囉 大家好 請 那我們今天轉一下我們的一拳超人 最強之男啊 萬盤 很久沒有回來看了喔 那4月初的話 基本上應該是出新角色啦 那我已經... 我不知道格羅里巴斯這隻角色 之前有沒有出過SSR加 那我們今天就來看一下喔 畢竟SSR加的角色應該都越來越厲害了 然後我覺得最強之男最好玩的地方就是 他新角的部分啦 他會先給你去體驗一下 那你就可以知道到底要不要抽這隻角色 那大家推不推薦抽這隻角色呢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給大家知道好不好 哈哈哈哈 雖然我現在目前來說就是 英雄之路跟最強之男啊 這兩款我這邊基本上都是那個就是 來看一下角色的一些東西的喔 因為我覺得我已經 落後別人太多了喔 那大家現在目前來說 我們這個最強之男你們都在玩什麼了 也可以跟這邊分享一下喔 因為我已經不知道就是 現在能夠以什麼來跟人家對拼了 我完全都拼不起來 但是有新角色我們就還是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因為我自己個人是很喜歡看 就是一拳超人這邊英雄啊 或是我們一些就是那個 怪人的一些東西喔 然後不知道之後他們會不會再出新遊戲啦 反正目前來說的話 最新的遊戲應該就是一拳超人的世界了喔 所以到時候一拳超人世界 如果登場的話 哲平一定會玩啦 但是 他那個比較偏向是電腦遊戲的感覺 欸 然後 而且是 目前來說哲平就是陸服有喔 但是 我是覺得真的應該比較適合哲平啦 但是他那個PVP感覺 因為我們上次沒有玩到 他那個PVP感覺就不是像是那個 我們打那個敵人的時候的那種感覺 如果他的PV是那種的話 那應該是 玩到翻掉喔 我一定會超級喜歡的 然後一直練一直練這樣感覺 喔 他現在這個 全部領取這樣子喔 好 那我們就直接先來看一下 我們這一次的這個 新角色 SSR加了這個格羅里巴斯 那格羅里巴斯在我們這個 最強之戰裡面喔 基本上就是一個那個 毒隊的一個算是蠻重要的一個角色吧 1000啦 因為他會噴毒嘛 噴3個 然後再加上 深海王就可以把別人融化 我已經是舊時代的這個 斯韋了喔 那現在這次新的會變怎麽樣呢 我們就來 跨買幾類 這個是我們SSR加了這個 格羅里巴斯 然後他的普通攻擊的話是這個 樹韋很少 對彈體目標2連擊造成120%的攻擊力加10點的傷害 沒問題 這是他的普通 然後 絕技的話這個 石斧瑞勇喔 一樣也是跟腐蝕有關係的喔 對全體敵人5連擊造成250%的攻擊力加10點的傷害 有100%機率使主目標以及周圍的敵人 特化腐蝕 特化酸食 120%的攻擊力的持續傷害 剩下5次後消失 任意角色行動後轉移至可受到傷害的目標 這根那個耶 這根就是那個英雄之路那是蠻像的 就是 他們只要死掉啊 或是下一回的話 基本上他們那個毒氣啊 就會往旁邊擴散這樣子 這蠻像的 然後 使敵方全體的反彈額外傷害效果無效化 所以就是 你的傷害是沒辦法反彈的 所以就是那個毒腳仙那類的 應該就不用怕來怕的這樣感覺喔 持續整場戰鬥耶 所以他會一直擴散一直擴散 這次感覺如果是玩毒隊的話 應該還算不錯 其實現在來說的話 因為我在盾之前的話我們玩的時候是那個 那種格溜岡許譜的那個護盾啊 然後就是整個就是 直接很難打死 然後現在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在玩就是那個 腐蝕隊 我們最一開始剛玩這款遊戲的時候 大家都是那個一波流 就是那個原子斬嘛 然後再加上就是那個 黃金球 然後到後面的話 深海王出來就是變成那個 腐蝕系的這個角色 然後到更後面就是 KING的那個就是直接把別人 就是封鎖那個招式 然後我們那個傑諾斯的那個改結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螺旋燒尾炮 現在不知道打什麼Meta耶 大家現在是打什麼Meta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喔 好 再來是他的被動 戰力翹楚 當敵人受到這個持續傷害時 立刻吸收持續傷害的這個60% 對敵方全體造成額外傷害 喔 所以基本上他是什麼 當敵人受到持續傷害時 立刻吸收持續傷害的60% 對全體造成額外的傷害 所以他是因為他會一直放毒嘛 所以持續傷害的話 基本上他會就是讓全體再造成一個 額外的傷害 同類效果整場戰鬥只能生效一次 使處於這個 特化腐蝕的這個敵人 黏著 無法追擊和連續追擊 喔 喔 那這個基本上那個唄 那個我們那個 獨角星應該就會被那個了吧 因為他就沒辦法追擊 沒辦法開大招追擊 然後我們那個閃光Flash是不是也不行了 持續兩回合 永久增加自身加20點的生命值 這隻好像還蠻厲害的 蠻刻的喔 重裝上升 他的覺醒被動 該場使自身這個特化反傷 受到這個直接傷害 和額外傷害時減免這個50% 並將原傷害量的這個50% 以額外反傷的這個給攻擊者 哇 邊打他還會真是可以反他的傷害喔 持續增長戰鬥 任意角色行動後吸收敵方 受到持續傷害的100% 回復自身這個 吞化護體 那怎麼角色都越出越強啊 我真的覺得就是 他們這種遊戲就是 你一開始如果沒有跟著他一起走的話 你後面就很容易就直接 被甩到好幾條街以外 這也是我後來就是比較少抽一拳超人這兩款遊戲的原因 因為 你抽下去你之後感覺就是你沒有再抽的話 你就會過得很辛苦 而且 我說真的就是打不贏那些伺服器那些大佬 那個PVP都 不用玩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就後來就是比較少花這種錢了 就比較還好 那大家會不會推薦這隻角色呢 也可以跟這邊分享一下喔 我們先來試玩一下這個 我們的角色 他應該是在 角色試練 在這裏 先看一下他的招式展演吧 然後感覺他就是那個超毒的角色 所以應該是可以配那個 配那個就是我們那個什麽 深海王之類的那個核心是嗎 我們來看看 深海王核心原木 深海王的這個 可是深海王這個好像是那個 幾方出發格檔幹嘛之類的 好像就沒什麽特別的嗎 我記得深海王好像可以那個吧 就是 可以讓就是增加那個毒的 可是那個應該是他本身的這個效果 所以我們就 放深海王出來 然後格羅里巴茲在前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毒下去的感覺會不會很猛 其實我之前在玩這個 一拳超人最強之戰的時候 我很喜歡看那個 酸死的那種感覺 因為看到對面就是 慢慢的就是血慢慢的損血 慢慢的損血 然後他們就融化了 那個 看起來真的是觀賞性很十足 不然一開X基本上大家都是在玩一波流啦 喔 沒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喔 大招 虎石瑞勇 全體的耶 然後他們會上毒的這個效果 他現在這些特效都做的還挺好的 做的挺好的 蠻漂亮的 他們上了這個毒石效果耶 不知道會 不知道會怎麽樣 然後他們會一直擴散吃 你們看到 他們會這樣融化 我其實蠻喜歡 蠻喜歡看這個畫面的 他們會融化融化再融化 尤其是之前我們在打PVP的時候對不對 你就可以用這個方法 然後慢慢把別人融化掉 這隻感覺是真的不錯耶 如果你現在還在玩那個融化隊的話 應該 算是一隻屌屌腳吧 還是其實大家基本上現在融化隊已經不能看了 也可以跟著你分享一下 可以告訴我現在你們的這些Meta都在打什麽 感覺應該也是頂有趣的 還有蟑螂人耶 我第一次看到蟑螂人 他這邊有護盾喔 這個腐蝕應該是可以把那個護盾弄掉的 而且他是全體的耶 好猛喔 你看全體這邊 然後繼續持續的做一波那個 做一波那個腐蝕 然後你看他們基本上全隊感覺好像沒事對不對 但是 我的毒已經種下了 他們就會開始慢慢有沒有 一直噴血一直噴血 然後就會慢慢損血損血 很帥耶 真的蠻酷的 有沒有 全部被毒爛 呼呼呼 欸 這隻我覺得就明顯比上一隻那個什麽 犬圈俠嗎 比犬圈俠還要再更觀賞性始祖 你看他們直接融化到一個爆炸耶 不過大家如果去跟一些大佬的PVP玩的話 應該是沒辦法這麽順利 應該會直接就是 融化也融不到 然後人家一波流就灌下來了 可是打這個關卡 因為我們之前不是有用犬圈俠嗎 我們犬圈俠打這個關卡的時候感覺就 比較沒有什麽太多的一些觀賞性 但是這隻真的就很屌耶 你看他們全部都是直接被你那個 直接被你毒爛了 我這邊全部都先用補弓好了 我們直接來看一下他那個毒的威力 你看 全部一直在狂噴 你看看看看 被噴爛了 很猛耶 你看 一直一直那個 來我們這個好像也會上毒 他就直接被毒死了 很猛耶 可是死掉之後好像就會解毒了 沒有耶 他也沒有解毒耶 你看一直在噴他 你看 有沒有看到他一直瘋狂的在那邊 就是噴起來在那個 好猛喔 格魯里巴斯可以耶 你看再加上我們這邊的格魯鋼須埔的護盾 就是撐過應該就ok了 但我不知道實際上打那個 就是去打部門那些會不會比較好 因為我們現在打的是那個 他遊戲不給我們了 那個等級應該是很高啊 這隻很 很猛耶 我們 這個畫面看起來就很賞心悅目 放一堆復活角然後他在那邊 毒爛別人 還蠻猛的 這招腐蝕瑞勇 全體這個直接被毒爛 太ok了 大家會推薦抽嗎 我覺得 你看 這跟我們就是那個 上一次那個群缺俠差超 超多的耶 真的是差超多 不知道是不是他故意 故意就是要讓我們看就是這麼秀的 他開始發現就是 上一次的那個特效好像不是做得很好 大家好像不抽怎麼樣 然後這一次就 把這個格魯鋼須 不是 把這個格魯里巴斯 弄到一個超強 我是覺得這樣真的蠻猛的耶 而且他這個護盾好像也可以就是直接擋不到 有沒有 雖然吸收了 但是他們還是 毒以心中下 對不對各位 毒以心中下 你們這幾回合就慢慢的在慢性死亡 畫好強喔 但是還蠻猛的耶各位 你們會抽嗎 我不知道這到底是他的那個就是 斬引的這個問題 還是他真的就這麼屌耶 你們覺得呢 這好扯喔 他直接全部都被腐爛了耶 好猛喔 我真的還蠻喜歡看那個 酸食這種效果的 還蠻不錯的 好猛 格魯里巴斯 就算他們有那個格魯鋼須普的那個護盾也沒有用耶 全部直接還是給我那個融化下去耶 給我下去這樣感覺 太神了 你看他們其實打我一般的角色 他們這些能力是真的都還蠻強的耶 我覺得真的是 真的就是格魯里巴斯太強了 主台的這個大窮眼也是必須要 接受我們毒氣的制裁啊 剩下這些小人耶 剩下這些小蠟燭耶 我當初也是看到這個蠟燭可以直接把我們這邊直接噴爛 所以我才去抽那個就是大窮眼的 哇這一次這個他們活很久耶 OMG 你看那些蠟燭 有點猛哥 哇哇哇 那你看我們有格魯鋼須普的那個護盾是真的很猛啊 再噴一次 他們很難死耶 因為都是-1-1吧 因為他們是持續-1啊 所以他們也沒辦法就是 受到太多的這個傷害 終於死了 特化腐蝕 可以耶 我覺得可以 就這一次的試玩階段啦 我是覺得真的很強 那你們覺得他厲不厲害呢 也可以分享給哲兵知道喔 那這就是我們這一次的這個 全新SSR加的這個格魯里巴斯 我說真的啦 這兩款遊戲我覺得就是真的就是慢慢玩 然後 你可能抽到幾隻角色之後 你可能就是先把他就是 好好的存石頭 然後等到後面真的 越後期的角色 然後真的有一隻你超級尬以人 你就是全部灌在他身上然後練他 就前面的角色基本上都可以放棄的感覺 好啦 那我們進行先玩到這邊啦 那全新的SSR加格魯里巴斯 你們覺得怎麼樣呢 也可以分享一下你們對他的看法 我是覺得這個捕食的觀賞性 真的還蠻不錯的喔